2023年即将结束了 回顾2023年我们要做什么 反正最后也要交这一批货 然后下午还有两车 2023年在我们这个行业经历了很多 也有很多事情发生 有的人跟我讲 踏踏踏做多少钱的机器 踏踏踏做多少钱的机器 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深刻的做好一件事我就知道 品质 品质是我们从2021年坚守到现在 终究有成果的最大的一个赏赐 也是这是我们的底线 所以我们才有2023年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完美的收官 也是记忆很多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所以2023年我们做的比较好了 所以早晚2024年我们继续坚持一点 品质 服务 在我概念的服务当中是什么 没有服务的服务 是我最好的服务 我在努力做好这一点 所以祝愿大家2024年我们制造业的朋友们 保持自己的底线 不忘初心的做好产品 这样才可以提高中国制造 然后我们一起发财 请问一下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